大家好,我是兰兰 洗完澡,也没化妆 口红都没抹 就跟你们聊两句吧 今天呢,我们老二 就去老老一家了 然后 我家张哥呢 去婆婆那儿了 老大呢,单位呢 去集训了,所以 因为我昨天去我妈那儿了嘛 所以我今天,我说 最近也是瞎忙啊 出去散散心吧 然后我就出去玩了一天 然后我就见到了 很多的陌生人 然后其中呢,就接触了一个 新的朋友 他呢,也在学校里工作 从学校里面退休 然后我们相聊甚婚啊 就感觉好像是多年不见的朋友一样 然后互相倾诉 而且我们还多彼此留了 联系方式,就约好了 下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恩师玩 完了 我今天听了他的经历以后 我就 心里挺不能平静的 也许就这么多年吧 接触外界比较少 然后自己的生活圈子也很 也很简单 所以有的时候就很不理解 就生活在 那种 苦难东的人吧 或者说 要不有人老说哈 来来你多顺啊 你就哪都挺好的 就老说我作 说实话我挺不服气的 我觉得 怎么老说我作呢 就感觉好像就说挺好的日子 就自己不好好珍惜 后来呢 就这个大姐 就跟我说 我挺佩服她的 她就 都是自学 画画啊 弹钢琴啊 然后学英语啊 她的老伴就是肺癌 去世了 很早就去世了 然后她有一个女儿呢 在美国 所以家里呢 就她一个人 也没有什么亲人 有一个老妈呢 还得肠癌了 她呢 一个月要过去照顾一周 就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吧 反正兄弟姐妹之间呢 可能也是因为 钱吧 现在好多家庭都是为钱 有一些纠纷 所以呢 她唯一的女儿呢 就在美国 还嫁了个白人 肯定也回不来呀 然后她就跟我讲啊 她是怎么培养她女儿 她女儿特别优秀 在推特公司 后来从那儿出了以后呢 就应聘哈 到了马云的公司 到马云的公司呢 就是说 邀请她回国 然后好像是学计算机的 她女儿 就是在杭州 北京都各分了 她一套房子 一套160平米 一套200平米 而且年薪 200万 你就想她女儿 得多有能力 我说你怎么培养 你女儿这么优秀 她说 我从小哈 什么 数理化 物理 都是我教 傲数 她说我不会 我就自己看书 你知道她 她看书到什么程度 她说26岁的时候 她有一只眼的 视网膜就脱落了 我说为什么脱落 她说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因为我老躺着看书吧 而且她爱人哈 是一个地方的高考状元 而且在一所大学里面当教授 当然了 我觉得孩子跟家长这种基因也挺有关系的 她女儿那么优秀哈 我觉得智商哈 肯定也是遗传的 而且这个姐姐也很聪明 很独立 你想她都退休了 然后她又学钢琴 还进去参加比赛什么的 学画画 都是自学 所以她女儿呢 也是哈 现在就是 为什么又没回国呢 也是因为 那个马云不是现在不行了吗 后来她女儿 行李都打好了 就决定不回国了 当时他们那个公司录取了八个人 只去了六个人 但现在那六个人都已经离开公司了 不知道是被辞职了 还是他们自己离职了 还是不在那干了 然后她女儿在美国又找到了新的工作 但就是压力特别的大 特别的累 虽然挣的挺多的 生活条件挺好的 而且她丈夫的父母也都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 生活条件挺拥有的 但就是累 而且呢 也没有孩子 也不能回国 就是批也批不下来 一年多了想回国 就跟她妈妈团聚 也批不下来 然后她到那呢 又特别不适应 而且呢 就是东西方文化 差异特别大 她说我在那 我就特别看不上这姑爷 说你说 你让她刷碗吧 她就刷她 跟她闺女的碗 丈母娘的碗都不给刷 就是那种 说好像也是那种妈宝什么的 也没干过这活什么 所以她一听说 我两个女儿 羡慕得不得了 她就特别羡慕我的生活 我一想她 我跟她分开以后 我就觉得她特别的可怜 真的一个人在家里面 就有个病啊什么的 都没人照顾 唯一的女儿还离着那么远 也不能回来看她 她也不能老去 她说我去了几个月 就赶紧回来了 就不适应 还是愿意在国内待着 而且在那边 就看病特别的贵 挂一个号吧 就特别的贵 然后买药什么的 也是特别不方便 还就说了好多 我就觉得 真的人和人 就是每个人 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有时候你觉得 你自己特别不幸 可是你跟别人一比 你那个真的算不了什么 哎呀 我觉得我现在一想 我妈 我爸虽然年龄大了 但是他们能够 彼此互相照顾 而且生活能自理 我妈还能 做饭啊什么的 给我爸做饭 然后我爸能出去买东西 每天他们能出去溜弯 还没有说 就说 非得说 儿女守在身边 孩子 无论是工作呀 学习呀 包括婚姻啊 都没怎么操心啊 哎呀 我就觉得 自己真的有点 身在腹中不知腹 所以我跟这位姐姐一比哈 我今天啊 为什么生命中 让我今天遇到这个人 哎呀 我就想啊 回来路上我就想啊 哎呀 虽然女儿啊 学业有成 然后呢 也达到了 他曾经所 哪个父母不希望孩子有出息啊 是吧 虽然事业有成 但是 哎 说不上来啊 那种 年龄越来越大 身边也没个老伴 也没个孩子 特别凄凉 我就感觉他 等我们分手的时候 我看着他的背影啊 头发都 白了好多好多 听知足 感恩吧 至少你的身体还不算太差 身边也没有那么多人 需要你 啊 不是说非 就离开你 就不行 都挺省心的 啊 就觉得 大家还是真实啊 应该珍惜当下的生活 行吧 就分享这么多 困了 玩了一天 好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 咱们下期订阅 咱们下期订阅 咱们下期订阅